我覺得賴清德前院長 他常用解說說喝白喝湯 就是下猛藥 那雪甲其實也不在這次 二選區發言 可是他把它提出來 代表什麼 代表他對於這次選舉的重視程度 已經超過大家的想像 我直接做個結論跟大家報告 這個二選區的選舉 如果是謝龍介贏 我現在看起來謝龍介是會贏 如果是謝龍介贏 而郭國文輸的話 賴清德的政治生命就是結束了 結束了 對 我現在講 我現在你講話負責 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就不再是 有辦法繼續往上的人了 像誰 像花媽菊姐 他的高雄陳其邁的 這個最後的結果 韓國瑜可以一個人 打九個立委再打陳其邁 最後還能夠贏的時候 陳菊的影響力 就只限於民進黨內了 陳菊沒有辦法影響 民進黨以外的人 他就不是那個話罪也跟黨的人 他的影響力就會大大消減 這黨內的地位 對 賴清德 他現在本來 我必須坦白講 賴清德本來也就是在民進黨內 如果真的 他的民調比蔡永高那麼多 也在後續 大家看 他這一次的選舉 連續14天 天天早上7點 他中間還去 我記得是3月12號還是哪一天 去這個善化去敗票的時候 不小心踩空以後 他左腳扭到了 走路一擺一擺的還是繼續 每天幫著郭國文拿著麥克風 拜託拜託 然後小跑步在 他拚了下去再浮選 但如果他浮選不起來 就代表賴神在台南已經不在神 所以你現在看到他的每天 包含了一擺村一口氣 不要讓民進都打過 然後講學甲賣這個什麼 賣於不賣身 這種越講越辣就是希望能夠救回來 然後包含了阿扁 阿扁也是一樣 兩個都是白虎湯 阿扁在台南二選舉 我相信會有影響力 特別是因為這次是撒卡都 所以民進黨會覺得說 我的票員被分掉以後 可不可以把這個 陳曉裕的票也都拉回來 不要再變成撒卡都 所以需要派出阿扁 可是畢竟阿扁跟這個 陳曉裕的媽媽是 好像是二三十年的交情 他們非常好 所以表面上他也有這樣講 可是私底下好像有另外一套說法 我們就靜觀其變選舉的結果 可是賴慶德的這個說法 其實我必須要講 就是棄做這個事情 當地的農民他們到底喜不希望 農民自己出來講 就不要由政治中的替他說 過去以往 這一些在有棄做的時候 用我們的得票率來看 2014 2016 這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標準 我跟大家講 2011年就開始雪假棄做了 然後一直到你看2014 2016 你說棄做這麼多年 也沒有投給國民黨 真的 棄做了已經這麼多年了 也沒有投給國民黨 都還是民進黨七成以上的得票 可是後來棄做被取消之後 票數就真的掉下來 就是說至少就沒有 投給民進黨這麼多了 這是黃偉哲個人的問題 還是棄做取消的問題 到底要怪黃偉哲還是怪棄做 那就請雪假的漁民出來講 你棄做無為的 應該是這樣講 觀眾朋友 在馬英九 2008年上任 開始談ECFA 然後2011年開始有雪假的 拭目於棄做之後 他並不覺得說我賺到了這個錢 我就要把票投給國民黨 是事實 事實證明他沒有把票投給國民黨 還是七成都要投給民進黨 可是你不覺得這個東西重要 可是當你沒有以後 你是不是改變想法說 我還想要 有的時候沒有珍惜 對 就簡單講是像秀琳姐這樣講 有的時候你不覺得這有什麼 可是沒有以後他才思考說 原來器座也不是從天上掉下來 這個時候投票行為是改變 投票行為至少 我不要講說他們轉給國民黨 可是民進黨沒有得票過半 民進黨沒有那麼高 就是說我不一定還要像以前那樣 就是說我拿不拿拿錢幾錢 以前阿炳就講過這句話 他以前在2000選總統的時候講說 如果有人來買票 你還是跟他拿 可是你投給我就好 他意思就是這樣 我就說其實你可以賺大陸的錢 可是你可以不要去支持兩岸互動 結果現在兩岸沒有了 器座也變少 農漁產品都變少的時候 生活有沒有受衝擊 我不能代替農漁民發言 農漁民如果覺得有 他要用選票來告訴人家 我現在要怎麼樣做 今天雪甲跟這個選區沒有相關 可是謝榮健 他是毛起來在做農漁會總代理 他又在賣這些水果 又在你看文旦也被批評對不對 然後現在韓國瑜最後一天幫他忙 所以他也是一樣 鮪魚秀 也就是這個已經不改旗幟 就一路往前之後 看最後結果來印證 所以努力的要去賣 台南二選區的農漁產品的人 他最後能不能在這個 綠道出資的地方當選 就是由選民自己來做決定 用選民的決定來說話 比政治人物自己的講法更真實 我補充一下那個數據 剛剛提到這個施木瑜 我有看之前的那個統計 之前那個器座大家知道 每一年大概是賣300萬台金 然後這個整個的收益 大概是1億3000萬到1億4000萬 所以總共賣了5年 5年的器座超過7億 所以你說這筆錢 對當地的漁民來講重不重要 他是不是對於他的生活 其實是一個很穩定的 就是說做你自在賣拭目魚的 很穩定的一個收入來源 當然是 因為後來這個2016年 就是蔡總統上任之後 整個取消完之後 我覺得漁民的痛苦才開始 所以他的痛苦他會轉換成 他去思考這個問題 因為之前可能得來比較容易 常常這樣子有器座 都很穩定正常 你看5年很持續穩定的正常 他就不覺得說這個東西有什麼 就像之前兩岸過去 馬政府執政的事情 兩岸這麼和平 大家覺得都是理所當然 大家有一定是思考過 以前馬政府還沒上台之前 沒有三通之前 去一趟大陸 你要到香港轉機 從香港再到大陸去 那個花多少時間 但是8年來大家才理所當然了 所以就忘記說 那個好其實是要有一個去爭取 然後建構下來的 現在為什麼這一次其實 這一些漁民朋友也好 農民朋友也好 覺醒了 因為他覺得 我需要把東西賣出去 東西賣不出去苦的是我自己 你們這些政治人 一天到晚跟我說沒關係 就是好像喊一喊一些政治口號 然後就會飽 不是 當喊政治口號 他的魚真的沒有賣出去的時候 他的生活沒有辦法溫飽 這是為什麼高雄韓國瑜可以翻轉 大家覺醒了 就是說韓國瑜常常形容說 大家的腦袋要打開 不要一直被政治的警窟座就是框住 過去民進黨就是用這一套 現在選情告急了 我覺得賴清德沒有進步 對他還滿失望 我本來覺得他應該也算是 民進黨裡面比較進步的 可以是未來潛力的人 但是他的想法跟蘇貞昌一樣老舊 他年輕那麼多一樣老舊 然後急的時候就是用這種政治框架 政治符號又回來了 然後又要用這一套來說服選民 做出最終的選擇 但我只能說人民覺醒了就是覺醒了 當一個人覺醒之後 你再用同樣的 過去那一套的論述跟語言 他會聽不下去 他聽不進去 而且他覺得你在騙我 你在公蕭威 所以我覺得這一招在台南這個選情 最後如果打出來 也只是這一種政治的訴求的話 我認為已經是無效了 因為農與民都覺醒了 覺醒了 沒辦法再催眠 雖然姐我補充一句 因為這個其實我有跟謝榮介談過 他跟我講一個事情就是 三百歲的中風 他在生活中也有講過 太冷的時候就會死 因為大家講高雄 台南一直往北 越南的溫度是會越高的 每一年冬天的暖冬 或者是寒冬也不太一樣 所以當台南的雪甲等地 他們的冬天來了寒流 低於12度以後 那個深入雨 他沒有辦法再去吃了 不是 嘴巴已經張開了 他合不起來了 氣座他就可以保證 所以他一台間45塊跟60塊說 高雄比較好 也被笑 所以你這個氣座沒有用 他這種保障 我不知道明年是暖冬還是寒冬 可是至少我每一年 我都知道說我已經OK了 我不會有收入的短缺 農民最怕的就是變化 有頭有臉的人 如果明年初大選失敗政權輪替以後 他恐怕是唯一沒有平台的 沒有舞台的人 唯一沒有舞台的人 所以我倒是建議 這次的選舉 民進黨的總統候選人也好 或者是黨主席也好 在排這個不分區的時候 要考慮把賴清德排進去 因為其他人都有位置 把賴清德送進立法院 只有他沒有位置 對 只有他沒有位置 而且我覺得 現在其實鄭文燦的神話 西隆界也在立法院 也不能 也不見得會如果 一身監督他一人 他們兩個同事 互相監督 我覺得這次台南的選舉 你為什麼這麼愛惜賴清德 不是 我是平心 因為他是醫生出身 不 同文字 你們的程度 是開玩笑 還是你們程度的數字 沒有 醫生出身 大家就是同行有這個同好事 你要講的話 他還跟我是同一個次專科 對啊 所以特別愛面 這一點都沒有關係 我覺得這次的特徵是 謝榮介選得很快樂 這個是台灣的選舉史上 很少這個現象 只會不會過去 買到社會 買後不乾淨 一公斤又不乾淨 不會這樣笑 每次都像在開玩笑 怎麼說 歡歡喜 就做立法委員 我覺得民進黨 我覺得民進黨真不會選舉 民進黨應該講說 這個這麼能幹的人 把他送去做立法委員 你看江啟臻就好了 台北台東 台北台東 就要走得不可以去 這樣有錢不可以 他如果這麼不願意 叫黃偉哲市長撈著 讓他去整天賣櫃 櫃子賣蔬菜就好 我還以為你要說 叫黃偉哲把市長讓給他 不是 台灣 台南是一定有他的果菜單位 這些事情 不是 我是要強調說 做立法委員 不能以強調你會賣東西 但是謝榮介是賣這些水果 是噁韓國瑜的 他是追著韓國瑜的後面 真的是很火的 不 我說的不會了 現在還聽不下去 不是 我現在要回來講 賴清德的招數 真的是很low 為什麼 你還要送他進立法 不是 因為他急了 他說如果票投給國民黨 投給國民黨 讓國民黨當選的話 台灣就會淪落香港 西藏 這個誰聽不進去 國台辦 國台辦說這個是抹黑 台灣的地位遠高於香港的西藏 可是他就是希望國台辦 聽不下去跳出來罵他 他才有票 還有第二點 他說雪甲這契作 施木儀是賣魚不賣絲 這個也很奇怪 為什麼 因為雪甲剛剛契作的時候 他綠的票照樣非常高 他自己講 所以他才賣魚不賣生 不是 比百分之七十還高 還高 他會一路下降 一路下降 現在雪甲人是不是開始在賣絲 賣生 共產黨在選票上也沒有名字 也沒有候選人 但起碼有一個統促黨 對不對 有新黨 為什麼雪甲人如果要賣絲的話 應該投給 投給共產黨的代言人才對 為什麼投給國民黨 你們是勞共花錢買魚 然後你們在這裡在算是 如果雪甲人要報恩的話 是報到國民黨的身上嗎 這是 你說他有邏輯上的謬誤 這是賴清德的邏輯 賴清德就是把國民黨跟共產黨 的利益把它掛鍋 現在整個民進黨不是這個邏輯嗎 對 整個民進黨都是這樣 國民黨不會反擊嗎 你們不會反擊嗎 不用反擊 對不對 民眾已經制都 沒有啦 民眾覺醒了 剛剛玉琳已經說了 已經覺醒了 沒有啦 你現在就賺錢 就賺到賣到就賺到就好了 我覺得這不是賣差的問題 我從一個農業區的立委的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 我覺得農介希望他做的是對的 以後他當選 他也必須要繼續這麼做 但是那個不是強調他是總代言 他是代言 他是一個態度 我舉我的例子來講 我的選區五個鄉政 你也有賣誰過 賣 他怎麼沒有人吃 我跟你講 我的選區裡面 其中有一個過去是綠帶藍的 因為我幫忙處理了香菇的問題 我還陪他們到日本 他們到越南 到越南去抓走私香菇 到日本去找新的離稅 然後找國內的通路商 我不要講哪一家 就一年大概幫他處理 差不多1億左右的香菇 找到通路 那些農民對他們改善多少 他們都會講 江啟山有做事情 他幫我們解決問題 遇到含害農害 你跑第一個去勘災 要求補助 要求要馬上處理這一些 受損的農民的生計問題 農民是因為這個 來決定要不要投給你 過去國民黨 因為在這些選區 可能都把農民等同於綠 畫上等號 但實際上不是 我的經驗告訴我 農民其實也是滿務實的 誰跟他站在一起 誰幫他解決問題 他一樣會支持你的 而且他很務實 他會改觀 至於賣魚不賣生這件事情 我跟你講 農民最接地氣 土地跟他是連在一起的 不可能賣生的 賣產品 賣東西 不管賣什麼都不會賣生 就不可能賣生的 你放心 連土地都很難賣 所以我覺得你就是用最實際 最務實的態度去接觸農民 他自然會把票投給你 所以今天謝龍介在 這個不是他的選區 他是跨區來這邊選的 他用這樣的方式 在最短的時間內 當然配合他的宣傳這些等等 網路的這些作用 讓瞬間那些農民看到說 最突然我要買的 他幫我解決問題 過去你想想看 為什麼在2014年 你民進黨的票還是那麼高 因為那個時候農民 他的問題還沒有遭遇到 人氣座還在 可是突然之間發覺不對 雖然民進黨執政了 我脫髮打給他 我問題一直出來 我東西買不出理 我就吃不飽 你們又沒辦法解決 我跟你講說我吃不飽 你又沒辦法幫我解決問題 只要叫我們不要賣生而已 我是要賣東西 我不是要賣生 所以你幫我解決賣東西的問題 那就看誰能夠解決 今天農界只是跳出來告訴他說 我有辦法幫你改管 你相信我 至於那些價格高低那些 沒人那麼傻 今天農民要去簽一個單 不管是氣座或者是 這個產品的現賣 一定是雙方合議的 我同意這個價格 我覺得這樣我可以接受 我就賣 不接受農民也不會賣的 你放心好了 更何況所有的農產品 都有不同品質 不同等級 那個價格本來就會有落差 所以政客也不要拿 那個最低的價格 一竿子打翻所有的船 我跟你講 在選舉的時候 去罵水果價值低的 一定落選 我2016年 2012年第一次選舉的經驗 就是這樣子 你說那個有兩元柿子嗎 對 對手去罵我們的田市 比什麼月曆的那個什麼 我已經忘了 當初我是 做了一個沒拆鋼的水果月曆 說馬政府的農業政客 就是農產品的價格狂跌 有柿子一斤兩塊 那個就是罵到我選區的 就是你的 你有因此而受害嗎 不是我受害 是對手受害 所以你受力了 因為他們去罵馬政府的農業政策 說市值什麼一斤兩塊 其實是賣41塊 大家都跳起來 全部都跳起來 所以所有的農民反過來 就說你把我的價格說到我家 消費者不願意用市場這樣買 我要怎麼支持你 我明明不是這樣子 你沒有來幫我講話就算 你要給我落水 唱水 所以這個在選舉做案時間 你去批評我們的農產品 或者農民的薪水 說它的價格只有多少而已 我覺得那個是最糟糕了